林俊逸大战长山干泰 台湾新天王一上来就气势如红 把日本名将压得喘不过气 前场中路 连续的两拍下压 长山干泰党出界了 林俊逸取得17比12的领先 大好局面下 林俊逸的非受迫性失误却增多 进攻又失手了 太着急了呀 关键分林俊逸给判了过往击球 还是经验稍显不足啊 又是想打快 再一次出现了失误 跳沙又出了边线 这局太可惜了 长山干泰最后时刻 其实都没怎么费力 林俊逸完全是将胜利拱手相让 到了第二局 形势翻转了过来 轮到长山干泰大比分领先被逆转了 高质量的放网 逼迫对方起球 随即直线杀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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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了一记发球抢攻 这局林俊逸明显耐心多了 前场的控制和过度 连续让长山干太慌乱下起球 拍摄 轻松防住了对方抓推直线的进攻 反击斜线对角杀川 林俊逸倒地的铺就 长山干太的铺网居然出界了 林俊逸又是发球后的抢攻 他轰了波12比1的高潮 强势将比赛拖进决胜局 长山干太连续的铺地就球 好不容易有反击机会 却打出界了 中山干太连续的铺地就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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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了 这两局林俊逸的失误明显变少了 长山干太如果还只是一位防守的话 比赛会被林俊逸完全掌控着 又是斗往前之后 斜线大范围的跳杀 林俊逸抓推提速 感觉长山干太的体能 已经直线下降了 连续两拍直线没有杀死 林俊逸突然变化节奏 轻掉了一拍 打得太聪明了 关键分 杀上网 长山干太顶不住了 争夺赛点球 往前的斗法 长山干太应该是没有过往 所以林俊逸轻松得分 林俊逸发球后的过渡 最后点杀直线 精准命中 从而赢下了这场三局大战